国民党很保障新人出新招 新人加权30%排除正二代 35岁以下再加权70% 所以这30加70 所以最多是可以加到100% 36到40岁加权50% 所以40岁以上老人不能加权 还好没有扣分 前国民党青年部副主任 张委员他今年38岁 他是在这里 还要选松信 在国民党服务青年 参选加权是30加50 因为他是新人加30 然后再加上这个50 成效不如新人加权100 所以他很闷 然后呢 不演了新闻台 这个是 这好像应该是那个朱凯翔的 他就讲 结果呢 就是年龄加权的意义就是 30岁杀35岁 35岁杀40岁 然后50岁60岁翘二郎腿 坐等提名 感觉这有点像丛林法则 然后呢 40岁的幕僚世代 过去被老一辈卡多年 如今晚一辈 民调直接加权一辈 经验资历反而成为诅咒 成为被牺牲的一代 张委员是说 有很多比较资深的幕僚世代 他过去的青春年华 都奉献给国民党 那这次要出来参选 难道因为年纪的关系 就比别人差吗 台北市员尤淑辉是说 应该考虑订定年资加权 鼓励年轻人愿意在国民党 先从幕僚助理历练开始 不是为了年龄加权 抢着参选 前国民党的屏东县党部 代理主委林玉仙 他今年38岁 他只剩下年龄加权50% 他已经直接跳槽去民众党了 所以嘉宇 你自己上一届选的时候 不会因为你那时候五党级 那你现在 你选区应该也有新人 对不对 有 我选区是有新人的 那他也有新人加权 所以你觉得 国民党这一套新人加权 是真的难道是为新人加权吗 当然不是啊 首先其实国民党新人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出路 或是说出路非常非常的窄 因为国民党在议员的选举当中 他们是直接先保障现任 就是说只要你是现任的议员 你就是不用出选 你一定可以获得国民党提名 那假设呢 这一区没有多提新的席次的话 那这一区等于就不会有 国民党的新人出来参选了 那这一天这个 今天这个加权条件等于是说 这个选区有提名一席新人的话 那这个假设有五个新人要参选 大家再来选 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假公平 假提席年轻人 这其实一切都是假的 那昨天我看到那个百分之百 其实我非常的惊讶 大家知道这个电话民调 其实一向以来 竞争都是很激烈 你可能打了5000通 当中有效的只有1000出头通而已 所以呢假设五个人去参加 这个电话民调的初选 那个每一个人 电话大概都差1到5通而已 那在这么微小的差距当中 你新人最多可以加到100% 加倍的话 这等于就是 有一个很不公平的待遇 加上这个条件又是以年龄 所以最近国民党的新人最烫的就是问说 你现在几岁 你是40岁以下 还是你是35岁以下 还是你是30岁以下 年龄越轻的加越多 这个加权分数越多嘛 那反而有一些有年资的 有精力的 他可能因为年龄稍大 他可能就丧失了这个 加比较多分的机会 那这个加权等于来说 其实是比较不公平的 所以也导致说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制度很奇怪啊 然后100%实在太夸张了 造成反而说 现在其实是新人在相杀啦 那现任人就坐在那边等嘛 反正我就已经保障体名了 我就等新人一个出来 跟我选就好了 不会影响到我这样 因为其实观众朋友 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国民党这个所谓的 新人加权N加1 我就与叶芸之所在的板桥区来讲 你选区现任几个 六席 五个 五个 对不对 所以好 就他们现任五个人 除非说 有人说我不选了 我要退休了 或者是说我要去做生意了 你才会空出来 如果说假设 他们五个人都要选的话 就是五席全部先提名 那新人在什么 板桥区的新人 在什么样情况之下有机会呢 就是党部决定说 板桥区好像选情不错 国民党现在反正士气高涨 说我们多提两席 那个叫N N就是他们五个 二就是多提两席 那这两席呢 你们新人先去厮杀 杀完之后两个上来 所以如果用球赛 用运动竞技或球赛来比喻就 他们叫总子选手啦 就不用打初赛啦 然后新人要先打完初赛 才可以跟总子选手坐在一起 那民进党制度 像嘉宇以你选区来讲 你们现任是六席对不对 现任五席 然后这次有几个人要参选 这次有八个人要争取 应该是六席的 提六席 所以你们是跟他们一起做民调 全部现任都要一起做民调 所以你们没有任何的保障 现任没有保障 而且新人还有家权 对 所以如果以民进党民调 我的了解 这种多席次的 有时候 比如说以他们选区提名六个 可能第七名 跟第六名 可能只差真的五通电话 那第七名如果是新人 一加加20% 他可能会把第六名干掉 就挤掉了 对 就可能直接会把第六名挤掉 所以 所以国民党这个真的是为了新人吗 我真的觉得 国民党为什么会射出这一种制度 袁智你有没有话要讲一下 我解释一下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 我以我为例 像我2018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新人吗 那时候 国民党是预计提名五席 可是现任只有四个 所以有多一个新人空间 那新的人 就去抢那个新的空间 老子就直接保障 对 所以我 那我当时有两个对手 其实蛮硬的 其中有一个还是前议员 那当然我非常认真努力 获得相亲的支持 所以我初学就过了 后来参与大选 那这一次因为我们 上一次 国民党在板桥选得不错 所以五席 提名五席全上 所以呢 如果要适用新的制度 怎么办呢 党部会先来问我们 他就说 请问一下 你们要不要N加1 如果你要N加1的话 就等于是要提名六席 那提名六席的话 你们现任五个 就直接提名了 等一下 我先打断你一下 你觉得这么蠢的问题 有需要问吗 站在现任的立场 当然就五个就好了 你N加1 可是我们 可是我 就我了解我们同党的 现任的 有说他想N加1 他也许说 他的基本盘很稳 可能他有组织票 他固定就两万票 提名几个他都两万票 所以他想要N加1 那对我而言 我就不想N加1 我觉得如果说 N加1 就等于提到六个 那国民党现在 对不起 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是 板桥提九个 板桥总共选九个里面 国民党已经五个了 那你提六个是九个 你要提六个 那你当民进党是塑胶 那你提那么多的情况之下 票源分散 搞不好你调更多 所以我就比较主张说 那新人跟老的 就一起进来初选 所以会面临这个状况 那如果说 邝哥你问我的话 其实我觉得制度 有点太复杂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党部先去盘点 到底 在以新北市来说 哪一区国民党 比如说三重如洲 国民党到底有几席的实例 比如说五席的实例 好 那这五席就 老的新的就一起出来 不管是 那就民进党的制度 就跟民进党一样 对啊 那你新人还是给他加权 还不给他加分啊 你还是给他加权啊 加100%也没关系啊 加100%关系很大 但现任的 立员自有信心啊 加100%还是 但我觉得这新人去参选 确实是很辛苦 为什么 像我那时候 我参加初选过嘛 我离开新北市政府去初选 非常辛苦 他大概打一万通电话 大概只有1000通电话 会回答问题 绝大多数都是说 不知道 不认识啊 谁啊 不晓得 会从很少数的人里面 来决定你要 他支持谁 那如果是一种情况之下 新人能够得到 大家支持的比例 真的很困难 所以我会觉得说 给他们多一点机会 是无所谓 可是你把制度搞那么复杂 你去 你让现任优先 然后新人杀新人 这确实就是失去了 你保障他的意义 然后也让大家反弹 那么激烈 你是板桥区嘛 板桥区对 所以你跟那个 新北市党部主委 何伯文同区嘛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要提名 N加1就是5加1 对 如果说我们现 有新人要进来 然后我们现任的 板桥总共9席 9席 因权9席 所以你们要提6席 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 你们真的不怕 何伯文发飙吗 你觉得 你真的把何伯文当塑胶吗 是啊 因为民进党一定提5个的啊 然后现在还有民众党 虎视眈眈啊 所以民进党加民众党 就6个了耶 我们那一句还有李婉玉的 然后还什么的 那你说国民党要提6席 那不是票都分散吗 所以这很危险啊 博文你有听到 国民党没有把你们民进党 放在眼里 现在还没有确定 好好地把它修理一下